民國82年CRT螢幕 磁碟片和486電腦 是許多人共同的回憶 這個剛萌發的遊戲世界 吸引了一群年僅17歲的少年 投身其中 當時我參加這個比賽 是我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 當時整個台灣遊戲市場 是以單機版遊戲為主 當時我也是學生 那時候就找幾個同學覺得 我們應該也可以完成 自己的遊戲去參加比賽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喜歡遊戲 我記得那時候還比較窮 都還買不起雜誌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去光華商場 去翻一些雜誌 看看有什麼最新的遊戲 然後就有一次偶然街 就看到好像有這個廣告 就是說在舉行遊戲設計比賽 那就很興奮 覺得說自己應該可以 做一個遊戲去參加比賽看看 千里始於足下 從完全的新手玩家 透過補習程式語言的 Johnny和振宇 進入到遊戲開發的領域 全憑借著熱情勇往向前 從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我們參加那個比賽 都會拿到一個DM 拿到DM之後的話 突然出現了一些信心 然後當時有一些BPS 都有一些網友 他們覺得 我們好像會得獎 所以增加我們更多的信心 在那個時候 玩遊戲和做遊戲都有共同的精神 就是面對各種未知的關卡和困難 唯有面對問題 並找出破解的解法 才能達成目標 其實我們昨末非常多在音樂嘛 然後還有美術上面 然後那時候 湛彈員就想盡辦法把那個成像提高 當時候人家是16色 然後我們可能是256色 然後別人的音樂可能是像MIDI一樣 反映到 然後可能他去想辦法開發一個 可以讓那個音質更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覺得這方面 比別人更努力 所以說覺得好像很有機會的感覺 對 因為當時 大部分都是由國外進口進來的一些 英文版的遊戲 那如果說有出中文版的 而且是有自己原創的劇情的 通常都會比較受歡迎 所以當時我們就想說 我們如果可以創造出中文版的RPG 就是角色扮演類遊戲 應該也會很特別吧 就是大家都是看英文的 因為現在突然間有中文的 而且還是台灣自己國產的 那應該會是滿特別的 秘密武器的話 當時候我們拿到一個軟體 然後那時候就是 這個是所有的美國遊戲公司 都會用這套軟體來匯題 那我們拿到這個 突然感覺到好像 拿到神兵利器一樣 就覺得好像有無限的可能 很多東西都可以達成的感覺 第四屆志冠金瓷片獎 由詹丞翰和黃鎮宇開發作品 真實的背叛 果然一如預期拿下獎項 雖然最後並沒有量產發行 但此次獲獎的經驗 也將團隊推展到另一個層次 風雷工作室也孕育而生 其實我們參加完金瓷片獎 然後得到獎座之後 我們基本上就沒有在參加其他的比賽 當時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可以做遊戲 所以我們就組成了工作室 就開始開發自己想開發的遊戲這樣子 其實我們之前在做守護之間 其實之前就是想要把他大復活 然後做守護之間其實有部分來自於他 做聖與之歌其實也是 但我們希望說嘉南可能有一次機會 把這個那時候做的正直背叛的劇情 融入到新的聖與之歌的劇情裡面 從金瓷片獎的契機衍生出風雷小組 工作室和現今的維京科技 而這20年來的無數作品和獎項 交織出的緣和感動也將持續下去